到处的映岸后,长安发生一件 令人受不了的义串 长安中期7点的时候 一台停在有求门口的白色轿车 家宿人住车没了久 整台车就向这手边的有求撞上去 有求担门的布蕾被弄破 布蕾的油片也落到整台 车后的规定完全被禁锡落到 根据有求的老门表示 事故发生后家宿人路车表示 因为他家说说可能是中义串当做车车 才会发生这件义串 最主要是 可能是他在讲是叙述是说头稍微晕了 应该是踩到油门 油门踩得太紧 急速地冲进到我们公司来 我看那个录影带是因为他停车的时候 轮胎已经是向我们公司的方向 可能一起步 油门加得太快了 直接就进到我们公司来 这一台义串车好被弄到的有求 今天去脱步高级 台阳顺势三至四万 感谢这一台义串车好 完全没人玩受伤 店员是在六点五十九分 将近七点的时间打过来 不明的车子撞到我们公司进来 那进来看的时候是一位赖先生 驾驶的汽车撞到我们公司的内部进来 人员也没有什么伤亡 那初步的估计呢 今天也来看了差不多三四万块 人员也没有受伤 也打电话去询问一下 应该都是很平安 这一台义串车好的家属人洗烂 他之前都有个对面的夷 看他生了 开车买入开 想不到给人做成车好 不过这位洗烂的家属人强调 车好的顺势 他会付这倍上 记者以免为蔡王博德